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杜华说 我们做足球的视频已经有比较长的时间了 然后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能够有性严重 但是我们给出的意见都是带有主观的 所以大家应该多多包容 就是你觉得能吸收的,有用的你就拿去用 如果你觉得需要自己再去整合一下的话 那样子也是更好的,对吧 那么这个视频我们来分析的是C甲跟E甲一共有六场比赛 第一场是皇家社会对格拉纳达 这场看好主场的皇家社会2-0,2-1跟3-1 第二场是皇马对赫塔菲 这场是看好主场的皇马能够取胜2-0,2-1跟3-1 第三场是E甲的波罗尼亚对卡利亚里 这场是看好主场的波罗尼亚保分真胜1-0,1-1跟2-1 第四场是乌迪内斯对弗洛西诺内 这场就出两个年龄 其他大家自己补一下1-0跟2-0 第三场是亚特兰大队蒙扎 这场是看好双方进球 然后可能会1-1,2-1跟2-2 大概是这个范围 第六场是纳布勒斯对拉奇奥 这场看好主场的纳布勒斯取胜1-0,2-0跟2-1 好,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分析的六场C甲加E甲的比赛情况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再去整合一下 好吧,谢谢大家